輪胎停比較近 然後這邊的碎石頭就會直接就掉下來 它已經沒有辦法負荷任何的壓力 人行道經不起 輪胎長期碾壓 路源出現大小石塊剝落 散落在路旁 一名夫人今年年初 外出時不慎滑倒受傷 當場摔到頭破血流 住進醫院 太老舊 怎麼說 因為這已經很多年了 畢竟三四十年了 所以說那個車子 每個在這地方都卡到它 就脫落了一點 那我在那邊經過就是 孩子可能完 我就踢到那個地方 就受傷了就這樣 老正在這裡躍遇著的 出世的地點在安和一間 破損人行道轉彎處 已經修補過 但仔細觀察 安和一間二項四項 集中邊一旦商圈 人行道相當老舊 雖然都已經修補 但只是暫時性 讓不少里民不能放心 路不平 然後車子 車輛擾過 譬如說有一些破損 照著行人走過去危險 跌倒 對啊 這個薄薄的壓很快 很快壞掉啊 你看那個 有的是自己點 那個有的沒點 石頭都沒有弄丟 拿起來 你這樣人家走 小石頭就滑倒 由於人行道就在商圈的巷弄內 平時人潮就不少 擔心顯然安全 金融市議員 吳化家邀請了公務處 台電及水公司會刊 公務處說 今年將爭取 營建署經費 來改善賣進商圈 人行道工程 現有的人行道 會一併納入規劃 在規劃那個 賣進生活圈裡面 人行道改善生活圈 但是我們現在是 在規劃中要提案 給那個 那個營建署 讓他們審核 審核通過以後 我們才會花包 去做這個工程 就是收到里長 有通報說就是 我們人行道的部分 破損嚴重程度 經常有民眾跌倒 那今年最嚴重 是在年初的時候 我們鄰居跌到 一個頭破血流的狀況 那所以我們就趕快 來辦了這一場會 因為里長其實也通報了 我們市府單位 但目前為止的話 我們市政府 已經有先來做 臨時性的補強 那長遠的部分 已經請市政府 提送那個 人行道改善的計畫 那需要我們議會協助 或者是需要 中央協助的部分 也有請我們的那個 立法委員 蔡新這邊也來去協助 那在我們的 除了人行道部分以外 因為我們的車道路面 也破損的蠻嚴重的 那我們剛剛有 稍微檢視了一下 關於就是 有一些部分的路段呢 台電在下個禮拜的時候 就會盡情跑步 那其餘部分 因為剛好適逢今年 自來水的管線 太換工程 所以我們會 請在水工程 施工完畢之後 進行全面的跑鋪 還給我們 居民一個 安全舒適的道路 除了人行道 嚴重的破損 路面博游出現了坑洞 台電及水公司 今年將進行管線施工 議員無話家 要求管線單位 做好路面重鋪 來維護行安全 記者 黃少民基隆報導 不管有沒有那些 這些 這不是